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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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崇祯皇帝要想铲除燕党必须小心谨慎 稍有不慎很可能他这个性命都难保 首先要做的是在宫中摆脱魏忠贤的控制 那么魏忠贤怎么想呢 天启皇帝驾崩密不发丧 阴谋没得逞 没办法眼看着信王朱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他想怎么办呢 还用老办法 就像控制你爹太昌皇帝和你大哥天启皇帝一样 我也想办法控制你 我就不相信了 我一个六十岁的老头 宫里混了快四十年了 我逗不过你个十七岁的娃娃 走着瞧 就这样在朱优独和魏忠贤之间 像控制和反控制就开始较劲了 这魏忠贤是怎么控制这个皇帝呢 他的第一招叫美人计 这招太俗太烂 却屡试不爽啊 朱优独继位当皇帝没几天 这魏忠贤呢 就送给他四个绝色女子 这魏忠贤送的礼还不能不收 你要不收啊 你就惊动他了 就暴露你的态度了 这朱优独还装得挺高兴 礼物收下 魏忠贤一走 马上下令搜身 结果呢 就在这四个女子的裙子的裙袋的顶端呢 搜出一粒米利尔大小的药纹 皇帝不认识 太监告诉皇帝说 这叫迷魂香 干嘛用呢 通过嗅觉起作用的春药 皇帝一听就火了 给我毁了 就这样 迷魂香给毁了 没人计没得成 这魏忠贤呢 一计不成再来一计 他有的是法 一天晚上皇帝朱又简呢 在自己的房间里 阅读大什么的奏章 突然闻到一股味 这味很奇怪 以前没闻过 闻完之后呢 身上就有一种很异样的感觉 不对 这屋子里有问题 马上命令各位太监 给我找 给我查 怎么回事 找了半天没发现什么奇怪的东西啊 这皇帝想一想 把灯都关灭了 黑暗中就开始观察 发现对面墙上有一个火星在闪 走近一看 有一洞 那火星就从里头闪出来了 通常皇帝下令 来人 把这墙给我凿开 几个太监上来七手八脚把墙凿个洞 看着一个小太监拿一柱箱坐在里面 坐在嘉宾墙里 揪出来一审问 干嘛呢 他说我点的也叫迷魂箱 是魏忠贤让我干的 崇尊皇帝仰天长叹 他说什么 皇考皇兄皆为慈悟 意思是我父亲太昌皇帝 我哥哥天气皇帝 都是因为这个迷魂箱给悟了 太昌皇帝继位29天就死了 天启皇帝也只当了七年皇帝 死的都很蹊跷 所以现在崇尊皇帝明白了 明白他父亲和哥哥死的原因了 就是这个迷魂箱倒的鬼 他想我幸好识破了魏忠贤的计谋 否则的话我就会和我父亲和哥哥一样 正如这迷魂箱之毒 沉勉于女色而死 识破了魏忠贤的伎俩之后 崇尊皇帝对魏忠贤真是恨之入骨 可是这面子上还不能表现出来 第二天跟平常一样 像什么事都没发生 忙着他自己那些事 什么事呢 天启皇帝的丧礼 然后册封皇后 崇尊皇帝把他生母册封为太后 提拔他大舅哥当官 提拔他老丈人当官 忙的过程中继续保持着 这对克巴巴和魏忠贤的一切的优待政策 就像天启皇帝再是一摸一摸 没有任何变化 可是狡猾的魏忠贤还是发现了不同 很简单 美人计美孝 迷魂箱被揭露了 表明这个小皇帝和他父亲和哥哥不一样 可是他表面做的完全一样 那么他心里到底怎么想呢 想办法得试探试探他 用什么招呢 过了几天魏忠贤就提出辞呈 要辞去东厂太监这个职务 这招很高 为什么说高呢 魏忠贤的最高的职务是 私里兼丙比太监 兼职兼了个东厂总督太监 皇帝心想 我要同意了你的辞职 岂不就证明我要除掉你吗 即使同意了你的辞职 我换谁来替代呢 这会儿我知道谁是你的亲信 谁是你的亲信 万一换一个你的亲信不跟没换一样 再说不管换谁 不都得听你丙比太监的话 所以皇帝很清楚他的用意 一句话不同意 拒绝了魏忠贤的辞职 魏忠贤在琢磨 他到底为什么拒绝我辞职 这会儿克巴巴觉得 哎 把你魏忠贤的辞职拒绝了 我也得试试这个小皇子 对我到底怎么样 他也请求搬出皇宫去住 崇尘皇帝拿着这个克巴巴的辞职 你就乐了 你以为你是谁啊 你在宫里呆的无非就是因为我大哥的奶妈 我大哥结婚之后你就应该搬出去了 是因为我大哥离不开你才把你又请了回来 现在我大哥已经死了 你根本没有理由在这里呆了 我正想找个借口把你赶出去呢 你自个提出来要走 我要是留你反而不正常了 让一个不该呆在宫里的人呆在宫里 那么等于告诉魏忠贤 我就是要故意稳住你的吗 好嘞 我干脆顺水推舟 同意 搬出去吧 当这个克巴巴接到崇尘皇帝批准他搬出工作预纸的时候 他后悔了 来不及了 第二天凌晨 穿着一身笑来到天启皇帝的林前 打开一小盒 拿开一个小包 把天启皇帝的什么指甲 头发那些遗物焚化了之后 痛哭而去 就这样 克巴巴自作多情 齐错一招 让崇尘皇帝抓住了破绽 巧妙的把克巴巴和魏忠贤两个人之间的联盟就会解体了 下一步 就该铲除魏忠贤了 可是要除掉魏忠贤 难度就大了 为什么呢 因为魏忠贤手里有军权 像兵部尚书崔承秀 锦鱼卫提督铁耳耕 这两个人 那可是魏忠贤的死党 一个掌握全国兵权 一个掌握宫中的禁卫大权 稍不谨慎 就可能引起兵变 威胁皇帝的生命 所以要想铲除燕党集团 要想除掉魏忠贤 首先得打掉魏忠贤这两个爪牙 可是怎么打掉呢 得找一个合适的机会 什么样的机会是合适的呢 当你打掉这两个爪牙的时候 还不能惊动了魏忠贤 让魏忠贤没有还手之力 皇帝就耐心的等待这个时机 正在皇帝等着时机 有一位叫杨索修的盐官 尚书谈和 谈和谁呢 谈和崔承秀等等这些魏忠贤的死党 谈和他们什么 谈和他们父母死了不回家守孝 不符合大明王朝以孝治天下的这个规矩 这借口很好 名义上说是维护孝道 实际上就是要解除燕党的军权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谈和魏忠贤的呼声日益高涨 而崇祯皇帝却不为所动 那么这位帝国最高统治者的葫芦里 究竟卖的是什么药呢 百家讲坛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重任那些年制制斗魏忠贤 兵部尚书崔承秀是燕党集团的中坚力量 他是魏忠贤排除异己打击对手的得力感想 因为他手握兵权 对皇权威胁其大 此时突然冒出人来要弹劾这个关键人物 按理说这正是铲除燕党羽翼的一个良机 拔除了这些为非作歹的掌揚 才能为将来彻底解决魏忠贤问题做好铺垫 然而令人奇怪的是 崇祯皇帝的表现却很反常 那么他的心里究竟是怎么想的 皇帝就琢磨了 这杨索修是个什么背景 如果他要是燕党的话 那么他这个尚书就是投石问路 在摸我的底牌 如果他不是燕党 那么他是逼我表态 显然会打乱我的步骤 所以皇帝想我不管你什么身份什么背景 一概的不同意 然后在杨索修的尚书上批道 这几位大臣是先帝在的时候 同意定优的 就是可以不回家守孝的 是因为战事吃紧 你一个小小的阎官 竟敢上书弹劾朝廷的重臣 本该降你的职的 看我是新皇登基 饶你一回下不为例 就这样 把这个弹劾就给拒绝了 这个时候魏忠贤就琢磨了 他心想 这个小皇帝到底什么意思 这是多好的一个借口 借出我的兵权呢 他为什么不同意呢 不行 还得再试试他 要摸摸这个小皇帝 到底葫芦卖什么药 怎么试呢 想了半天 有招了 让清新太监给写个上书 说什么呢 祈求皇帝 在全国之内 停止给我建造生辞 什么是生辞呢 就是这个人还活着呢 就给他修祠堂 魏忠贤燕党专政时期 全国各地很多地方官员 为了巴结他 大搞个人崇拜 所以这魏忠贤就拭目以待 我看你的小皇帝 怎么对待我的个人崇拜问题 你要同一民间对我进行个人崇拜 说明你就跟你哥一样 就是一个傀儡皇帝 如果你要是不同意 那你就暴露了你的政治底牌 对这个问题你还不能不表态 还真把皇帝给难住了 那怎么办呢 怎么批复呢 琢磨了好长时间 终于想出一个招 崇承皇帝就在魏忠贤的上书上批复道 以后各处生辞其欲举未行者盖心停止 真觉这个屁股 也就是说 从今往后 那些想盖还没盖的那个祠堂啊 就别盖了 魏忠贤就琢磨这话什么意思啊 欲举未行者盖心停止 那么以前盖的呢 既往不咎了 以后不让盖了 你到底是支持我还是反对我 还是没摸到皇帝的底 其实啊 这崇承皇帝呀 恨不得马上把这帮人给我铲除了 可是他不能轻举妄斗 因为当时满朝文武都在观望 而这些燕党分子们呢 特别抱团 互相鼓劲 这个时候的崇承皇帝誓但立功 所以他不能过早的暴露自己的政治企图 他就等着 等着对方产生一个错觉 等着燕党集团产生什么错觉呢 就认为这个皇帝啊和天启皇帝差不多 继续的重用他们 当他们放松警觉的时候 他们的内部就可能出现分化 就可能露出破绽 这个时候就给崇承皇帝铲除他们 提供了时机 这就叫做以静制动 那么崇承皇帝耐心的等待 这个机会就来了 什么机会呢 有一个叫杨维元的 云南道御史 上书弹劾兵部上书 崔承秀 弹劾他说他什么呢 立志悲悟 居身晦拙 简单的说就是这个人呢 从内心到行为都很坏 坏透了 怎么会坏法呢 他举一个例子说 朝中的这个职位只要有空缺 他马上标出价格 谁给他价高他就卖给谁 在杨维元的上书中又举了一个例子 说新皇登基 百官进殿拜业 走到门口 门口的太监就高声喊 兵部上书崔承秀道 不是这太监目中无人 实际上是这个崔承秀啊 专横跋扈 杨维元讲这个故事 目的很明确 就是想挑拨百官 对崔承秀的仇恨 就是要把百官对魏忠贤的仇恨 转到崔承秀身上去 果然他弹劾完崔承秀之后 接着就开始为魏忠贤是平公摆好了 哎呦我说这先帝是如何如何的信任 魏忠贤 魏忠贤是怎么样的忠诚 怎么样的任劳任怨 怎么样的勤勉 他唯一的缺点就是听信崔承秀的话 所有的问题所有的过错 都是因为听了崔承秀的话 在整个尚书中一口一个敞尘敞尘的叫 一下子就暴露了他的燕党分子的身份 崔承皇帝一看上书就乐了 心想你想给我来个丢居保帅的计谋 行啊我就给你来个将计就计 怎么将计就计呢 此计分两步走 你们不是要保帅吗 行我给你们保这个帅 以登基大典成功为由 嘉奖魏忠贤 及他们的亲信 升官佳绝赏赐 还有给人造成一个印象 说这个新皇帝对着魏忠贤等人 依然是这么样的信任 这就使那些以魏忠贤为靠山的那些燕党分子 放下心了 就不敢轻举妄动了 保帅吗 第二步丢居 行啊我就丢你这个居 马上下令 免除崔承秀所有的职务 回老家丁优去 就这样一举把燕党的军权就拿下了 哎呀这崔承秀一下台 万超文武就受到了强烈的震动 大家觉得嗯机会来了 纷纷上书弹劾燕党集团 弹劾魏忠贤和他的亲信的那些罪过 这会儿崇祯皇帝又不吭声了 又不表态了 不管你上书弹劾出什么罪过来 还是不理不问 这会儿这个大臣们就毛了 心机火了的想这皇帝到底什么意思呀 你说怕被谋杀吧 这柯巴巴拿下了 你说怕兵变吧 崔承秀拿下了 你还怕什么 他们哪知道皇上的心思呀 皇上心想 我在等时机呀 酒鬼香泉酒 提示您精彩继续 机会终于来临 崇祯皇帝国断出售 明朝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大宦官魏忠贤 将会迎来怎样的命运结局呢 板家讲谈正在播出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 制斗魏忠贤 在朝廷中 虽然铲除魏忠贤势力的孤生日趋高涨 但是崇祯皇帝并不其余动手 因为他清楚此时朝局混乱 各种势力全崖交错 他必须耐心等待一个好的时机 而就在这个时候 一个铲除魏忠贤的绝佳机会降临了 这会是一个怎样的机会呢 明朝历史上最为臭名昭著的大宦官魏忠贤 又会迎来怎样的命运结局呢 等什么时机呢 又不能明确的跟大臣们说 正在这些大臣们 心机火燎的时候 机会来了 什么机会呢 有一天崇祯皇帝接到了一份上书 谁的上书呢 一个叫钱家征的贡生写的上书 这贡生啊 就是国子间的学生 相当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啊 基本上是一届平民 这个人来自浙江省海岩县 钱家征的上书只有一千多个字 可是这一千多个字呀 列举了魏忠贤十大罪状 其中有三条非常关键 第一 定帝 意思是魏忠贤呢 和皇上平起平坐 并驾齐驱啊 大臣们给皇上上书都得通过魏忠贤 天启皇帝给天下颁布诏书 得要称赈于场臣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没见过的事 第二 灭后 怎么个灭后呢 就是魏忠贤指使他的亲信啊 编造张皇后的罪名 就想方设法 想让天启皇帝把那个张皇后给废了 为什么要废这个张皇后呢 因为这个张皇后我们前面讲到过 非常正直 他入宫当皇后之后 就发现了克巴巴和魏忠贤的这些阴谋 想要把持朝政啊 想要架空皇帝 所以呢 他就当年对魏忠贤和克巴巴指出他们的不轨行为 而且建议天启皇帝惩复他们 所以这两个人特别恨的张皇后 就想把他废了 啊 这就是灭后啊 幸好这天启皇帝啊 虽然挺听这两人的话 毕竟在这个皇后问题上 坚持住自己的主见 没有废了这个张皇后 否则要不堪设想 第三 弄兵 这魏忠贤呢 把宫中的太监们都武装起来了 美人配发了武器 天天进行军事操练 他想干嘛 他把太监组织成了一个武装部队 想造反啊 这三条条条都是死罪 再加上还一共十条呢 那是死有余辜了 哎呦这前家政的这个上书写的精彩 尤其是最后一句话 圣主当阳有敢言之事万死则此焉 意思是新军登基了 就像太阳早晨出来的太阳一样 我们这个国家有希望了 所以我敢说话了 我死都不怕了 你说崇祯皇帝看到这份上书 会是个什么态度 崇祯皇帝一看 来自一个浙江省海岩县一个普通共生的上书 这就表明他的背后没有朝党之争的背景 就表明他代表着普通百姓的声音 由此可见 我要铲除烟党 是符合民心民意的 所以崇祯皇帝觉得 时机成熟了 于是一声令下来人 把魏忠贤给我叫来 魏忠贤一听皇上叫他 不是什么事啊 第二天就跑来了 皇上一见他来了 就把钱家政那个上书啊 随手递给身边一太监 说念给他听 这魏忠贤呢 一听 谭和我十八罪状 心里不由一惊 其实更重要的是 他要看着皇上什么态度 因为听到谭和他的上书已经很多了 他观察皇帝的脸色 他心想今儿的小皇上怎么和登上不一样 打我进门是正眼不瞅我 一脸的愤怒和鄙视 听着念他的罪状 再看皇帝的脸色 他突然明白了 明白什么了 明白这个脸色才是崇祯皇帝的真实面目 哎呦 以前那个和颜月色 全是装的 我上当了 一想到这儿就腿一软差点被瘫了 这魏忠贤从这皇上这儿离开之后啊 这路上就琢磨 不行 我不能这么就完了 怎么办呢 得想办法托人 得说情 找谁去呢 想起一个人 想起谁了 徐英元 这徐英元也是一个太监 是魏忠贤当小太监的时候 一块喝酒的铁哥们 后来这个徐英元呢 就进了信王府 再后来就跟着信王 登基当皇帝之后呢 就跟着这个崇祯皇帝身边 贴身太监 一想到这儿 马上回去 带着金银财宝 就找到了徐英元 见了徐英元就 那以前的架子全没了 有哀求 徐大哥帮帮忙 在皇上那边美言几句 这徐英元呢 就劝他 给了他八个字 哪八个字呢 说辞去职务 暂避锋芒 意思是你赶紧辞职吧 赶紧回老家 也许还能保住一条老命 魏忠贤一听 行吧 第二天 就向皇帝啊 提出了辞职 他满心希望 多希望崇祯皇帝 能像第一次辞职那样 给拒绝了 没想到崇祯皇帝 二话没说 马上批准了 崇祯皇帝 一把这个辞职一批准 这徐英元就站出来说话 就为了魏忠贤说好话 哎呦 这崇祯皇帝这个怒啊 拍桌子大骂说 没想到我信王府的太监 居然也是燕党 一声令下 就把徐英元赶出了皇宫 这一下魏忠贤明白了 崇祯皇帝真是要下决心出掉他了 所以赶紧回到朱处 还没醒过神来呢 圣旨到了 命令魏忠贤马上出宫 到凤阳去看皇陵去 收拾收拾就离开了皇宫 魏忠贤刚离开皇宫不久 皇上的第二道圣旨就下了 叫出厄勿进 下令把克巴巴和魏忠贤的所有家产 全部没收了 那么这个魏忠贤呢 就出发奔了凤阳 这往凤阳走这路上 他还摆他那九千岁的谱啊 浩浩荡荡 前呼为后拥的随从卫队啊 一千多人 四十辆大车 满载的金金珠宝 这魏忠贤什么意思呢 他是想向皇帝示意说 您放心 我再不会干于朝政了 我就准备带着这些财宝回家安度晚年了 可是这魏忠贤整错了 这一下把皇帝给惹火了 皇帝知道他这个举止 这么嚣张 气啊 心想 你也太嚣张了 你是不是以为我不敢杀你 我是看着天启皇帝刚刚驾崩 大桑期间我才没杀你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李克夏令命令兵部 派人把这些奸恶党们都给我抓回来 魏忠贤的亲信一直到消息 马上派人骑着快马就通知魏忠贤 半路上魏忠贤得知 皇上派部队来了 气象完了 这次必死无疑了 他知道他干那点事 那是千刀万划的罪 哎呦 为了避免受罪 还是自己了断吧 大半夜 自己爬起来 用胶带挂在房梁上自己了 这些随从魏队 早上起来一看魏忠贤死了 怕受牵连 全散了 周围的百姓听说大太监魏忠贤自杀了 都来看热闹 哎呦人山人海啊 结果呢 40辆大车的基因财宝一抢而空 崇祯皇帝一听魏忠贤自杀了 立刻下令三法司 就是刑部大理寺和督察院 马上立案 审查崔承秀 崔承秀一接到消息知道死期到了 当天晚上 和他那个小妾 来了一次最后的晚餐 几杯酒一下肚 这崔承秀像发了疯似的 把桌上那些珍贵的酒器全砸碎了 边砸还边面倒 我一个都不给你们留下 把能砸的全砸碎了 然后回到自己房间上吊自杀了 崔承皇帝一听 崔承秀也自杀了 赶快没收他的家产 晚了 家产全转移了 崔承秀早就料到有这一天 魏忠贤死了 崔承秀也死了 崔承皇帝赶快下令说 赶快提审克巴巴 别让他也自杀了 结果太监秉承圣旨啊 就把这个克巴巴从家里押到了换衣局 换衣局啊本来是宫里洗衣服的地方 后来就成了专门惩处犯罪宫女的地方了 在查抄这个克巴巴家家的时候啊 发现了八个宫女 而且两个已经怀孕了 就问这个克巴巴 你这八个宫女两个怀孕怎么回事啊 那克巴巴开始不交代 言行拷打 就受不了了交代了 说这八个不是宫女 就是我们家的婢女 啊 怀孕之后呢 就把他打扮成公女的样子 带到皇宫 等着皇帝宠姓 然后呢冒充怀上皇上龙肿 最后呢准备接替皇位的 好家伙 这种罪过交代出来还有他的好 那太监们就开始对他实施仗刑 就是用棍子抽打后背啊 就把克巴巴是活活打死了 这下魏忠贤崔承秀克巴巴全死了 三个燕党首额被除掉了 燕党集团是群龙无首 给彻底铲除燕党提供了个最佳时机 酒鬼香泉酒提示您精彩继续 燕党集团犯下的累累罪行庆祝难输 那一个个惊天大案的背后 究竟发生过怎样的历史悲剧 敬请关注百家讲坛系列节目 崇祯那些年之燕党不灭记 曾经全清一时的大皇冠魏忠贤死了 但在他身后却还有大量的燕党成员 对于魏忠贤那些曾经的追随者和亲戚 崇祯皇帝自然不会轻易的放过 那么接下来又会有哪些燕党分子遭到处置 而伴随着朝廷审查工作的深入展开 又会暴露出哪些触目惊心的大案要案来呢 要彻底铲除燕党集团 首先要承除燕党的骨干分子 那么燕党有哪些骨干分子呢 这些骨干分子被称为武虎和武镖 这个武虎啊实际上是五个文臣 专门给魏忠贤出谋划策的 这武镖呢是五个武将专门残害忠良的 魏忠贤是排除异己的 所以崇尘皇帝立刻下令三法司立案 审查这五虎五标的罪行 核查清楚之后按照大明的律法给我淹成 可是三法司的官员不买账 当然他也不敢公开抗旨啊 怎么办呢 一个字拖 不管崇尘皇帝怎么急怎么催 他们就是不着急慢慢拖拖拉拉 最后拖了一个多月 实在是拖不下去了 给他上了一个敷衍了事的审理方案 怎么个敷衍了事呢 对那些罪大恶极的烟党分子 他们判处的刑罚是 削制 革职 戴论 削制就是降级 革职就是撤职 戴论就是逮捕候审 对这些罪大恶极的烟党分子 这样的处理的确是太轻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比如武标之一的徐显春 这个人是残害了多少忠良啊 就拿他残害杨莲来说 这个杨莲呢曾经上书 列举这个魏忠贤二十四项大罪 结果这魏忠贤呢 就把杨莲打入这个锦衣卫的大牢里 这个时候徐显春是干嘛的呢 是锦衣卫政府司的提督 他秉承魏忠贤的旨意 要残害这个杨莲 你看他使用了什么手段 第一回 把麻袋里装满了土 趁杨莲睡着了 就把这装满土的麻袋呢 就压在杨莲的胸口上 就要把他活活憋死 这杨莲也是 第二天早上推起麻袋坐起来 没事 这喜显春说还压不死你 拿一头锤 就把那杨莲的胸部啊 这肋骨全锤断了 杨莲还是没死 他就想招 找两个长钉子 左边一个右边一个钉着两个耳朵脸上 这下杨莲昏迷过去了 他以为他死了 可是第三天早上一看 杨莲又挣扎着坐起来了 他又找了个更长的钉子 从头顶钉进去了 这下杨莲终于被迫害致死 手段如此残酷的柜子手 给他判个戴论 显然是包庇坏人 所以崇承皇帝一看这个审理方案 大怒我说 最大恶极的阉党的手恶 你们居然给的是削治革职戴论的处理 不行拿回去崇承 这些三法司官一看皇帝发火了 他不敢抗旨啊 就把这个第一审方案拿回去 重新审理 什么重新审理 继续拖 又过了一个月 第二套方案拿出来了 皇帝一看 有所改进 怎么改进呢 削治变成了罚款 革职变成发配 戴论变成斩奸侯 斩奸侯相当于现在的死缓 是吧 虽然有所改进 但是对这最大恶极的阉党分子来说 这样的处理还是太轻了 崇承皇帝心里知道 他们这些人呢 就是诚心跟我过不去 就没把我这个皇帝放在眼里 怎么着 还希望这个历史还能翻盘吗 魏忠贤已经死了 所以皇帝就明白了 这些人如果不是燕党分子 那一定是与燕党分子有着瓜葛 不然他不会这么做的 他就是想尽可能的降低 对燕党守护的 乘处的这种力度和标准 到了他身上呢 就可以蒙混过关了 实际上是为了自保 所以崇承皇帝想 要靠他们这些人 要想彻底铲除燕党集团 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得另想办法 那么崇承皇帝到底最后想出什么办法 来彻底铲除燕党分子呢 下集见